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一个我们要学习在链表的某一个位置去添加 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个元素 这会有点难 对不对 因为什么问题在呢 我们想一下 我们的链表它是非常严谨的 对吧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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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一项都指向了下一项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如果你要往里面添加一个块 对不对 往里面添加 那么问题在哪呢 它前面一项的next要指向我们新加入这一块 要新加入这一块的next要指向原本属于下一块的这一块 对不对 然后呢 链表要添加元素的话需要改变的东西还蛮多的 对不对 好 那不用害怕啊 咱们一点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大家看我做这个PET里面啊 它链表这个插入元素insert的方法呢 它跟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我们 不好意思啊 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两个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向位置0 就是插入元素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特别 我们向位置0去插入元素插入元素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把它设置为什么东西 设置为链表头 对不对 设置为链表的头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 啊 现在链表是这样的啊 注意 现在链表是这样的 就一个头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项新的插入到这儿 怎么办 对吧 比如说我们insert0 要把2插入到0这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说要把它设置为链表头 把它设置为链表头的话 首先 第一个问题 呃 我们应该改变这个位置 对不对 应该这么表达会对一点 首先 我们设置 var surrent 还记telent刚才我们用过了吗 是什么意思 是当前的意思 把当前这个点是什么 是head 先保存下 对不对 因为head 待会怕丢了 head 就是说head是什么 说明 surrent是什么呢 是这个 能理解吧 能理解吧 slent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head等于node 就说我们head这个变量 被重新复制为什么了 ad 对吧 head这个变量被重新复制 重新复制为我们新添加的这么一个节点 然后再接下来head.next等于 这不该等于head对吧 我们的head 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头部啊 是这个啊 注意不是这个了 这个是slent了 因为head已经被复制为他了 复制为他了 然后他的next 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serrent current对吧 应该这么反应我也不太清楚 slent 应该复制为他 这样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在链表的头部 添加了一些内容 对吧 就会说我们在链表的第0项 插入了一个元素 element 好 这是链表的第一个操作 对吧 向位置0去插入元素 那么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不是位置0 是其他的位置呢 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例子 假设现在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要在1这个位置插入一个元素2 那我们来数一下0 原本这是1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插入为1 然后他变成什么呢 1变成2 对不对 那当然这是咱们这个没有下标 对不对 这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了 首先我们要原本他们的链接 对吧 我应该用红色会好一点 原本他们链接怎么样的 是这个头直接连接的下一项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变成头连接他 然后他再连接他 这么一种方式对吧 这才是插入的正确的方式 首先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做这个 少不了要循环 为什么呢 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少不了要循环 因为咱们还是要不断的向前去查找 不断向前去查找咱们的节点 对吧 查找节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考虑一个问题 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要设置一个额外的变量 previews 就表示上个元素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下 你要这么添加的话 添加到这的话 是不是你得知道你上个元素是什么 然后你还得知道你下一个元素是什么 对不对 对的话你弹和添加了对不对 因为你要打破他们之间的链接 然后呢变为你自己的这个蓝色这个链接 所以你必须记录前一个是什么 后一个是什么 然后呢比如说前一个叫p 好吧p.next 是什么 是咱们新添加这个node的节点 然后node的next是什么 是下一个节点对不对 是下一个节点 OK 这就是它的大体的一些逻辑 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去实现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这里不一样的是我们定义了一个index等于0 表示咱们的下标对不对 从0开始去查找 然后呢sorrent等于head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前从头开始 然后呢previous 就是说前一项是什么 就是咱们从头开始的时候前一项有吗 前一项没有 当然也是now对不对 然后咱们就开始查找了 index小于position吗 咱们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要查入这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要在1查入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要把原本1的东西挤到2里面来 那我们要想一下这个地方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不是相当于 呃position 我们常用了position 对不对 是相当于position 现在多少position 现在是1对不对 现在是1 现在是1 那么它要求的条件是什么呢 index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个下一个问题 index就是我们往前一步就记录一个index ok 往前一步就记录一个index 那我们要把它放在1这个下边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前进几步呢 应该答案应该是前进1步就够了 对不对 其实前进1步就够了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放在1这个位置了 所以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当index等于position的时候 发现没 我们要把它放在1这个位置 那么index要是多少 index要为1 向前走1步 那你要2呢 你要放2这个位置呢 是不是得1、2走两步 position跟index应该在相等的时候 他们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他们不想等怎么办 因为position我们常见会是个比较大的值对不对 然后index呢是从0开始的 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判断这个条件 index 当index还没达到position 就是还没走到的时候 还没走到的时候怎么办 还没走到的时候 那么你就通过这个 sorrent等于sorrent.next一直往前走 但是在这之前先把当前的保存为上一个 然后呢index加加表示往前走 ok 直到什么时候退出呢 当index 它等于position的时候 然后呢这时候条件满足了 咱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替换的操作了 ok咱们把这个例子再讲得详细一点 因为这会有一点点难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知道position跟index的关系 position跟index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把它放在1这个位置 那么那么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index应该怎么样 变为1 为什么 因为index是咱们前进的部署对不对 如果 嗯 如果你想把一个车厢接到这里来 对吧 把这个车厢接到这里来 那么你需要知道的是你需要往前走一步 对不对 往前走一步 然后呢把前面那一项的next指向它 然后呢把这一项next指向原本应该在这里的那个元素 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index跟position呢应该是相等的 这点呢可能需要啊你去捋一下 然后在这之前呢 index需要不停的地增 不停的加加 不停的加加 对吧 然后呢去达到跟position相等 在这时候呢我们用一个veal循环来表示它 然后呢同时我们要保存 当前这一点这个节点 对吧 这slent的当前节点 以及它的上一节点 那么我们往前寻找的时候 比如说它往前寻找了 对吧 那么previous是什么呢 变为slent呢 应该变为previous对吧 然后呢slent呢继续往下查找 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了 这个链表太短了 看起来不是很直观 那这里咱们有很多个链表 ok有很多个链表 那么首先我们开查找的时候 c 我用c表示当前 ok用p表示之前的 那么c是这个head对不对 那p呢是还没有是no 那么我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一步 那么这个时候c表示他了 那么p上上个节点p应该是谁 应该是他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个p跟以前的c应该是相等的 说明什么呢 previous等于surent 等于surent 等我意思吧 然后呢surent变为什么了 rent surent等于surent 点next 变为他的下一项了 就是他往前走了 这个c往前走了 但这个p呢跟以前这个c相等 就是咱们是这么一个替换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呢 另外重点是index 跟这个position的一个关系 ok 这点呢可能你需要去捋一捋 好吧 然后呢咱们开始实现这个代码了 嗯 链表的某一个位置去添加一个元素对吧 ok 咱们开始 哇 不是哇 this.insert 等于function 然后呢insert他需要传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的位置position 一个是他的元素element 对吧 然后首先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越界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没有说过啊 越界 但是我们都知道 position必须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限定的值对不对 首先 第一个很明显的position 它不能小于0 不能必须大于-1 就它能小于0吗 不能 因为我们的列表肯定是从0开始对不对 必须大于-1 并且position应该怎么样 应该小于less 什么意思呢 假设啊 假设咱们现在 呃 要插入某个元素对吧 先插入最后也可以 less现在多少 现在4 ok 假设你设置position为4的话 那么它往前走了4不 1 2 3 4 你都走到坑里面了 你还能够再添加吗 那肯定不能 所以呢 我们要限定 它最用于position呢 应该是小于less 解决完 这个越界的问题 所以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添加了 if position 等于0 怎么办 这第一个问题对吧 然后呢 咱们sorrent 等于head 记得 它们两个是交换位置 还记得吗 我们看一下 嗯 它们两个交换位置对吧 sorrent等于head head等于node 然后呢 head.next等于sorrent 这里错了 我现在改 qrint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先把当前的保存下来 当前head保存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head变为一个新的值 变为咱们的node 我忘记创建node了 不好意思啊 rnode 等于new node element ok 然后呢 head.next等于sorrent ok 这点咱们刚才已经解释过 对吧 这里就不再解释了 解释太多遍也没有意思 else present不为0怎么办 然后呢 我们要设置第一个值 1index等于0 1sorrent等于head 1previews等于node 然后呢 条件veal是什么呢 index小于position的时候 他要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然后继续往前走 然后怎么往前走呢 就是 previews等于sorrent 对吧 刚才解释过一遍了 然后sorrent等于sorrent.next 然后 把index加加 然后呢 直到他们满足条件 满足index等于projection的条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大胆的添加元素 怎么添加呢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对吧 怎么添加 假设咱们现在 有了这么两个元素 对不对 第一个 这是previews 这个是sorrent ok 这是sorrent 然后我们要往这里添加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怎么添加呢 是不是 previews的next变为它 然后呢 这个元素的next变为sorrent 对吧 这点相对简单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写好 previews.next等于node 然后 node.next等于sorrent ok 咱们去试一下 然后注意啊 这时候 执行完之后 less要怎么样 less要加加 ok 咱们去试一下 咱们去试一下看好不好使 对吧 首先我们 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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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等于new linkylist l. 首先 我们去append一些元素 1 l.append 2 咱们先整个有序的方便大家去理解它 3 然后 ok insert 从添加到哪 添加到1 要添加什么 添加一个10 这个值比较特别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 现在咱们 添加完之后 应该怎么样的 添加完之后咱们 先是这样 先是往里面 添加了一个1 对吧 append嘛 最后添加 然后添加了一个2 然后添加了一个3 然后呢 那我们要在这个位置添加了一个10 现在它变成1 10 2 3了 ok 变为1 10 2 3了 我们看一下咱们的结果对不对 那怎么去检查结果呢 咱们也能只能手动对吧 l.gethead 从头去检查 1 下一个什么 是10 再下一个呢 是2 再下一个呢 是3 咱们这个insert的方法呢 就这么去实现了 这insert的方法最重要的问题在哪呢 在于这个条件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ok 我觉得咱们应该再捋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刚才说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咱们想一下 如果 咱们要在1这个位置添加元素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现在是0 其实它们之间是没有下标 对不对 但是呢咱们去从1这个位置去添加的时候 就是现在在这添加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我们在添加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这个交换条件吗 这个交换条件 这个交换条件 我们要再添加的话 p 是什么 p是这一个对不对 previews 我把它写现在 previews 应该是这个 serrant应该是谁 serrant应该是他 因为咱们什么 previews.next 等于我们的新的节点 node node.next 为serrant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添加到这了 对吧 我画前点 那ok 为了实现这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serrant是设为什么 设为head的 我们的serrant在这呢 我们要让serrant来到这里 是这个意思吧 要用serrant来到这里 那怎么办 要往前走几步 走一步 就这个v要循环应该执行几遍 执行一遍 那怎么去执行一遍呢 就是说我们的position为1 index为0 对不对 那index 为1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执行一遍了 但是呢 它的退出条件刚好像呢 是index等于position的时候退出 所以说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 它的编 它的满足这个财入条件的 这个serrant跟previews的 另外一点是index应该等于position 对吧 这一点呢可能你还需要捋一下 因为这一点呢 确实是会 会有一点点懵 对不对 但是呢你只要记住 index呢是负责让它往前走的 对吧 你要查入到1这个位置呢 就要走一步 查入到2这个位置呢 就要走两步 对吧 所以呢这个v要循环就得执行对应的次数 ok 好了 这就是insert的方法 一个相对麻烦的一个方法的一个解读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 会整两个简单的对吧 让大家先过渡一下 但是呢前面的代码一定要写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复杂度啊 咱们 一个link list已经写60多行了 但前面的相对复杂的一个 对列 对吧 全部写完也不过90行 那咱们这个链表还有三四个操作没有写呢 写完之后 光这一个lag就差不多要100行了 这个复杂度呢还是有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啊 好好地把这一段写一下 我呢啊 会把这个屏幕稍微放小一点 对吧把这代码放小一点 好你可以在这展停一下 然后呢去看insert的方法 然后呢在这里展停一下去看一下前面的全部的内容 ok 好了呃大家先把这个写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实现下一个方法 是任意位置去移除一个元素remove at